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太少啊 看样子你这儿真的没什么好东西了 对了 我这儿呀 有一坛子我们家祖传的三杯醉 那可是好东西呀 来人 把三杯醉给王爷抬出来 王爷 请品尝 恨这样太少 到了这个时候 你终于给我一个惊喜了 谢谢王爷抬抬 谢谢抬抬 王爷 来 叔叔 再来 太少啊 你知道这次我来找你是干什么的吗 那你知道 我跟你们本地的真老爷 那又是什么关系呢 不知道 我怎么问你什么都不知道呢 我跟你们本地的真老爷 那是好朋友 上次你判的那个案子 不公啊 王爷 就是金沙田的那个案子 对嘛 你应该判真老爷赢 再来一杯 王爷 我不知道你和真老爷的关系 我要是知道了 现在不就是知道了吗 可那案子已经判完了 判完了 判完了那就再判一次吗 王爷 对不起 案情案理 这块金沙田也不能判得姓真的 对不起呀 什么对不起的 不可能的 我是王爷 我就是行 我就是礼 对不起 对不起 王爷 哎呀 你总是对不起 对不起 你累不累呀你 这是 王爷 王爷 对不起 你已经喝了第三杯了 喝三杯 三杯 三杯 三杯又怎么了 怎么了 三杯醉 喝到第三杯就 哎呀 王爷 王爷 嘿嘿嘿 这三杯醉 名不虚传哪 厉害 来 您了 把王爷抬下去 小心服侍 都这么晚了 李温戏怎么还没回来 嗯 人都 있다고安裁 干脑 快快门 闭嘴 的 关门 你是谁呀 怎么回事 我是安逸王 我从京城来 不小心迷了路 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坐会儿 安逸王 坐吧 快坐 这就是你的家吗 是啊 这是我的家呀 但是比不上你们王府啊 今天晚上你就江秀一下吧 饿了吧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没什么好吃的 你就凑合吃点 慢慢吃 这什么东西啊 这么好吃 这是地瓜 怎么没吃过 没吃过 真没吃过 那么好吃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那两块瘦田 土质又不好 只能种这个 不过呢 我准备改良我的土地 等土质好了 我就能种瓜果蔬菜了 慢慢吃 你种桂花吧 桂花 不是啊 种到桂花 就可以做桂花糖 我最爱吃桂花糖了 原来如此啊 好 王爷有命 那我就种桂花 好好啊 你多种点桂花 我全都买下来 然后叫艾尔做桂花糖 到时候请你吃 谢谢王爷 嗯 嗯 嗯 我的脸脏脏吗 没有 那为什么你看着我啊 我觉得很奇怪 奇怪什么呀 很多人都说我是傻子 可你听我话去种桂花 那你岂不是也是傻子 很多人啊 也说我是傻子 兴许啊 你我 都不傻 要是叫帅直 好啊 我不是傻子 我是帅直 嗯 我要说给文香听 我是帅直 我是帅直 是 是帅直啊 天亮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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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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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您醒了啊 太手 哦 这个 这个拿着 王爷 哎呦 昨晚睡得可好啊 啊 本王睡得上好 上好 哎呦 哎呦 那个那个 嗯 本县那个真老爷家的事 你是啊 按照王爷的意思 我已经派人去办了 啊 很好 啊 本王呢 现在还有些事要去处理 啊 就此告辞 告辞了啊 那需不需要派警人保护你 不不不不不 啊 喂 你服私房嘛 就不要招摇 不要招摇啊 您的帽子啊 哦 嗯 告辞 服送 王爷 王爷 哎呦 坏了坏了坏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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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鲫啦 新行办成了没有啊 王爷呢 王爷回来没有啊 王爷啊 王爷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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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儿 我把王爷给弄丢了我 哎妈 他快 陪人去找 喷嚼去 好好 我这就去 哎呀 哎呀 哎 案子的事怎么样了 哎呀 差不多了 我马上回去 去盯着那个姓陈的太守 哎 不过是要先说好 事成之后 这金沙田的利润 咱可是一人一半 哎呀 这我知道 知道知道知道 那你快去呀 好好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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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前干活去了 你在家待着 别乱跑啊 嗯嗯嗯 等中午回来啊 我给你做好吃的 嗯 好 我送你出去 好 快点回来 知道了 过来来 站住 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呀 别那么多废话 倒衙门你就知道了 走 不行 我先说清楚 不然我不跟你们走 干什么 嘿 反了你了 走 要干什么你们 住手 你们放了他 你是谁 这不关你事 怎么不关我事 我是安逸王 我命令你们放了他 嘿 这又出了一个安逸王 你小子够胆大的呀 安逸王在我们菜手府呢 你敢冒充 我没冒充 我是真正的安逸王啊 不相信 我拿预计给你们看呢 来 看清楚啊 但你要站稳了 别一会儿吓得屁滚尿流的 你来找我 这就是利息 这个变成石头了 大胆匡秃 竟敢冒充安逸王招摇撞骗 给我一块儿抓回去 走 走 我是真的安逸王 我是真的安逸王 走 你们干嘛抓我 我是安逸王 我是安逸王 进去 为什么关我 放我出去 老师 别喊了 没人会相信的 我真的是安逸王啊 等李浩找到我 你就知道这是真的了 我没有骗你 李浩是谁啊 哇 他很棒的 是雨前一品带刀侍卫 等他来了就会救我们 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哎呀 你说不定出去了 我可没希望了 为什么 哎 还不是为了那块金沙田吗 原以为陈太守 是为民请命的一个清官 可没想到 他和那个真老爷 是穿一条裤子的 真老爷 啊 就是那个脸圆圆的 还有胡子的 对对 就是那个说话 这个样子的 是啊 是啊 你认识他 我原来住在他家里的 不过后来我就走了 离开他那儿了 哎 这个真老爷啊 仗着有才有势 欺压穷人一事 人所共之 更为可泣的是 他蛮横不讲道理 要把我祖上那块田抢走 什么金沙田 能不能吃啊 这块金沙田呢 是我祖父传给我的 对了 刚才你吃的那个地瓜 就是这块田种出来的 哎 真的能吃的 我爹呢 本来是为真老爷工作的 有一天工作出了意外 我爹重伤死了 我找真老爷理论 他就另外赔了我一块田 可是上个月 我在我祖传的田里工作 竟然挖出了金沙 嗯 这是真老爷知道后 他竟说 我祖传的这块田 是他赔给我的 非要收回 更加告到官府 本来 陈太守已经判了 这不 又把我抓回来 我想 陈太守肯定和他同谋合污了 哦 原来那个真老爷是个大坏蛋 大奸人 来人哪 来人哪 什么事 我要见真老爷 陈太守 你说要见就见吗 太守哪是你能见的 你是谁啊 我是安逸王 哎呀 算了算了 别说了 别说了 我就是安逸王 你个混蛋 我真是安逸王 踩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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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他是个傻子 不要打他 不打他 打你 哎 哎 哎 别打他 别打他 我不是安逸王了 哎呀 太守太守 这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还不去升堂啊 这个 什么这个那个的 现在我叫你去升堂 还不快去 实在对不起 这升堂是有时间规定的 今天的时间已经过了 不能再升了 嗯 那本王就是让你现在去升 你是去还是不去呀 对不起王爷 这规矩是您的父皇 皇上他老人家定的 谁也不敢违抗啊 哎呀 哎 那那你说怎么办 等明天吧 等明 哎 那你今天为什么不可以早一点升堂呢 王爷实在对不起 您不在 下官不敢做主啊 嗯 好 那本王就等明天 嗯 啊 好 本王爷告诉你 不要再跟本王说对不起 本王不喜欢这三个字 这 哎呀 这叫我如何是好呀 太少大人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王爷 而且 何况他还有玉玺在手上 我看您就 怎样 您就按他的意思去办吧 哎 那武刚可就遭殃了 嗯 来来来 吃吃吃 哎 小二啊 我跟你打听个事 哎 啊 我想打听一下 呃 是不是去丰州都要路过你这里啊 是啊 一般都在这里歇歇脚喝口水什么的 哦 那你有没有看见过两男一女 两男女 对 那男的长得张头鼠目贼头贼脑的 这个 倒没看到 哎 你再仔细想想 我一整天都在这儿确实没有看到 哦 那行 没事了 哎 那他们走的 会不会不是这条路呢 可那个真老爷明明说他们走的就是这条官道啊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文湘呢 是肯定要去丰州的 他要去呢 王爷也会跟着他 对 我们还是连这条路追 迟早会追上的 嗯 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 那我们走吧 嗯 行 嗯 好吃 嗯 好 给 谢谢客官 走 快把把你们的包袱给我留下 本大爷可以让你们不死 奉则的话 你可要了你们的小命 就你们几个小毛贼还想拦我的路 不自量力 来吧 老二 你上 我上 上 拿着 本大 干什么都不行 看我呢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这包袱 钱 都给你们 千万不要上我们性命 不要上我们性命啊 早这样就对了嘛 这这这 非要答应我亲自 亲自动手 你们两个 把这个包袱给你拿过来 没事 大哥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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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大哥出手不凡 一下就搞定了 大哥根本不用出手 大哥 只要瞪瞪眼 就吓得他妈屁股尿流了 好好好 本大爷呢 向来是说话算话的 只要银子 不要你们的性命 你们走吧 走吧 大爷有所不知 我乃浦州真家老爷之女 这次 是偷着跑出来的 我们身上没了银子 我们不知道去哪啊 大爷 什么 你是说浦州大户真老爷是你爹 我家虽有家财万贯 可我爹不同意我们的婚事 非要把我嫁给一个老头子 所以 原来你们俩是私奔的 您就别取消我们了 大爷 我倒有一个办法 既能让你们多赚银子 又能成全我们 什么办法 你快说 这样你把我绑回去 跟我爹要钱赎我 这倒是个好主意 是啊大哥 这老爷家那么多银子 不怕他拿不出来 没错 没错 不过 咱们话可得说好了 拿到银子之后 你可得分我们一半 这个没问题 主意是你出的吧 到时候自然会分给你一份的嘛 那好吧 咱们走吧 好走 等等等等 既然是演戏呢 咱们要演得跟真的似的啊 对 来呀 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绑起来 来来来来来来 我怀疑 一定要 不是 刚才你在和他们动手的时候 我看见那个老大的怀里 又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玉玺 真的是玉玺啊 你看清楚吗 现在还不能肯定 不过 我们这一路找来 也没看见王爷他们的登记 既然 既然这个的话 我们倒不如 早知道 刚才你就应该让我把他们三两下拿下 严心逼供 毕竟我还是一瓶玉琴带刀 有勇无谋 他们要是四口不认 你还杀了他们不成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咱们先混进来 然后再调查清楚 这倒是个好办法 我这就让他们写兴趣啊 对了 让他们写什么好了 你怎么什么都问我呀 你就 你就写 你女儿在我们手上 明天 带十万两银子 打后杀量数我 好 你去玩了 什么 十万两 是不是 多了点 倒是我绑你还是你绑我啊 十万两你都嫌多啊 你怎么当老大的你 是是是 我说姑娘 你还有什么事啊 一次说完 我觉得你呢 天生就是干我们这行的材料 跟着这个傻小的 实在太可惜了 不如你留下来 做我们的老大好不好 你说什么呀 我觉得你呢 本事比我大 我把这个位子 拿给你 我心甘情愿吗 我 你还是赶紧请信去吧 这事 咱们回头再说 回头再说行吗 好好好 温火大哥 你是不是把我的案子 抛在脑后了 怎么会呢 我都跟太守说了 我和你真老爷爷 那是好朋友 这个案子 你判的不公 必须重新审过 那陈太守已经答应了 他敢不答应 我是王爷 我让他重判 他就得重判嘛 这么说 这案子已经搞定了 真是不巧啊 今天我急着回来找王爷 居然把升堂的时间 给错过了 什么 原来事情还没办好啊 哎呀 陈太守已经答应了 明天一定要升堂 你别着急嘛 可是我怕夜长梦多呀 如果王爷和李浩知道了 恐怕这事就 王爷没什么 不过这李浩和艾尔 倒确实是 哎 你不是骗他们去找王爷了吗 说不定此时啊 他们已经到了 这个风舟的路上了 等他们发现 再折过头来啊 这案子啊 早就已经判完了 你怕什么呀 话是怎么说呀 可我到底心虚啊 一个李浩就够可以了 现在又出了一个爱 对了 他到底什么来头 哎呀 他有什么来头啊 就是王爷身边的一个小丫鬟 而且还是我 这个不提也怕啦 没什么好怕的 没什么好怕的 来坐 不过 我看那个丫头 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我怕会不会 哎呀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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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一封信 哎呀 我又不识字 你快念 哦 你女儿在我手上 明天拿十万两银子 到后山熟人 什么 绑我女儿 我哪来的女儿啊 姑娘 姑娘 你们想喝什么 你放心 我们是不会杀害她的 姑娘 时候也不早啦 咱们是不是应该去等你爹 送赎金啦 嗯 好啊 那你们先出去等我吧 我这就来 好好好 哎 给我松绑啊 不松绑我来过去 好好好 松绑松绑 快快快快快快 可以走了 出去等我 我马上你出来 好 哎 你 你说他们怎么就那么笨呢 哎 别听你 小心应付 我知道 我会试探他们的 如果有问题 我们就走 你说他怎么这么久还不来呢 啊 是 这都等了两个时辰了 哎 哎 哎 我说你爹也太狠心了 难道他就不担心自己女儿的安全吗 啊 不会啊 我爹他应该来的 哎 哎 你们最近有做过什么大妈妈了呀 当然有啊 那是王孙贵族 哎 我说你们这个干什么呀 哎 我说你爹到底是来还是不来呀 啊 我怎么知道 你们确实把信送到了吗 哎 哎 老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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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什么事 你到底有没有把信给送到啊 送到了 我亲手送给他们府里一个丫鬟的 那 那 这就奇怪了 难道我爹 他真的爱钱才是我爱我 哼 你要是有这么狠心的爹啊 你早该跑了 哼 大哥 嗯 时候不早了 我看 咱们先回去吧 哎 好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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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哼 哎呀 把他绳子解开 解开 咱哥 那十万两银子拿到没有啊 嘿 拿到了 拿个屁啊 那个朕老爷他妈的爱财不爱命 等了那半天了 连个鬼影都没有 哼 嗯 没事吧 那个真老爷也真实的 怎么样看见我的签名 他也露个脸吧 哎呀 我刚刚才想明白 你这个办法不太灵啊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你倒是说呀 我说 来来来来 拿过去 姑娘 我觉得你爹他是不见官才不落泪啊 嗯 为了大家的银子 你还是应该牺牲一点的 牺牲 告诉他 牺牲什么 大哥的意思是啊 让你牺牲一个手指头 把他送给你爹 看他拿银子不拿 不行 别管他 拉出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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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行 放开我 不要 不要 我也不愿意 可是为了失败了银子 你就忍一忍 不要 你们这是开了我的车车 他也不会来的 不要 不行 绝不应当 我的粉盒 我的粉盒 这是什么 这个 这个是我买给我老婆的 过几天是她生日 所以我就买了个粉盒送给她 粉盒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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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慢点 我来御前一品带到制卫长 牌子哪 牌子没带 来吧 不要 不要 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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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有眼无珠 不知大爷光临哪 哼 就你们这几块链 还想看我的手指头 看看你们的手指头还在不在 在 谢谢您 饶命啊 饶命啊 我问你们 除了我 你们都还绑过谁 没有 没有 小的向来是 之前不绑人的 这还是第一次绑人 还是姑奶奶你出的 那 你们有没有见过两男一女 三人 结白同情的 没有 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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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在好好想想 那个男男长得这么偷树木 贼头贼脑的 就跟你们几个一样 有没有 真没见过 不瞒奶奶你说 这附近几座山都是我们的地盘 我们天天盯着过路的人看 就是没看见您说的这几个人 真没用 出海了 我自己来 你说这几个东西 看他们张头鼠木的 买了个粉盒 倒挺好看的 是挺好看的 我 我是说 这个粉盒好看 我也是说这粉盒 就是这个粉盒 要不是他呀 咱们找就找到王爷了 没错 你说王爷 他们到底会去哪儿呢 查房的伙计吧 说没见过 山贼也说不知道 嗯 这王爷 王爷 在哪儿呢 王爷他会不会 对 根本没离开蒲州 没错 下官迎接来迟 我安逸王多多数尊 哎呦 王爷您慢点 慢点 慢点 哎呦 哎呦 吴州太守 免安逸王爷 请 请 王爷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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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这 呃 王爷 啊 可以开始审了 呃 这 王爷 这位置是我的 啊 呃 那本王坐哪儿 都给王爷准备好了 呃 哦 对对对 王爷慢点 王爷慢点 王爷来 请你坐 嘿嘿嘿 嘿嘿嘿 太快了 王爷 公堂重地 闲杂人等不能入内 你看是不是 让他们在外面等着 嘿嘿 这些都是我的人 跟案子有关系 不是闲杂人等 哎呀 就不必多言了 把那吴刚带上来 本王爷 要亲自问话 哎 传吴刚上堂 走 干什么 出去 不要拉我 放你出去啊 不管要放你出去 太守大人还要亲自接见你 请你吃饭呢 哎 哎 哎 走 快点走 跪下 嗯 这个人就是吴刚 哎 就是他 就是他 哎 哎 陈太守啊 你看 这个案子 应该怎么审哪 吴刚 浦州人士 其父吴顺乃真父长公 在劳作中意外深故 为赔偿吴家的损失 真元外将城外八里坡之田地 慷慨相赠 数日后 真元外发现此田乃南生庄稼之兽田 为挽回吴家的经济损失 真元外要求收回兽田 吴刚必须从即日起交回土地 土地使用权均归真元外所有 巴里坡的田是我祖传留下的 真老爷陪过我的那是十里坡的田 太守大人 你上次已经查明属实了 把田已经判给我了 为什么要改判呢 跪下 王爷 按说巴里坡的田确实是吴刚的祖业啊 什么叫按说 要按我王爷说的 难道我王爷说的就不算吗 不 当然是王爷说了算了 真老爷啊 你也是个大善人 想必你不会为难吴刚这个庄家汉吧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那就好 那你就改陪他五里坨的那块好地 是是是 嗯 嗯 嗯 陈太守啊 这个事就这么办了 嗯 知道了 吴刚听判 立刻将巴里坡的土地归还朕老爷 来呀 画鸭接案 你们瞧举豪夺 我不管 陈太守 你这个糊涂官 治国家的律法因何地 大胆刁民 你竟敢辱骂朝廷命官 你不是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办事吗 今天就如你所愿 陈太守啊 他辱骂朝廷命官 应该怎么办呢 呃 罚杖滚三十 那你 还不判吗 怎么 想知法犯法 来人呐 江五刚 杖打三十 呀 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我早说过 安逸王肯定收取了真老爷的什么好处 是啊 哪有什么公平可言呢 真是什么事 你这个赃官 你这个混蛋 狠狠狠 来用刑罚 受受真老爷的贿赂 我不服 我不服 放肆 你竟敢辱骂吧 王爷 陈太守啊 他辱骂皇亲国戚 又该怎么判呢 王爷 算了吧 叔叔算了 好算了 好啊 陈太守 你看他辱骂的王爷 侮辱皇亲国戚 你居然置之不理 我问你 你这个官还想接着当吗 吴刚辱骂安逸王 立刻入监三个月 来人 把坏人押下去 禀报大人 仗心未满 那 那就拖下去接着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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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乖乖相互 烂用刑法 我冤枉啊 我要上岗京城 还敢嘴硬 我要上京城 我要上京城 我要告到皇上 皇上那些 陈太守啊 做得不错 等我回到京城 见过父皇 一定跟你加官进爵 啊 王爷 惭愧 惭愧啊 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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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你下去 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什么 不公平 下你 不公平 你们都闭嘴啊 都给我闭嘴啊 大胆 他们辱骂皇亲国戚 应该怎么判呢 王爷 太守府牢房不够 没地方囚禁这么多犯人 你 我不管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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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 你看这怎么办呢 找了那么长时间还是找不到王爷 奇怪了 你说这地方王爷也不熟悉 他能去哪呢 我担心的是李文虎这个东西 有他那就不会有好事 你知道吗 王爷 来来来 王爷来来 请请 慢点 你请 他不是跟王爷在一起吗 走过去问问他 等等 这个真老爷 上次他说 那个王爷和李文虎走了 我就觉得事情蹊跷 你要这么去问他们 肯定什么都问不出来 咱们应该暗中查个清楚 王爷 您来来来 请请请 请 那现在怎么办 在这守着 看情况随机应变 嗯 坐 李爷请喝茶 哎 那王爷找见了吗 哦 派出去的人回来说 没有找到 我就把他搁在山神庙里 他怎么就不见了呢 哎 哎 李爷 你别急 我真服上的人啊 在这个扑州这个地方 除了大牢进不去 其他地方 如探囊取物 别说是个大活人 就是跟真也不在话下 嘿 有说的好听 你倒是派人去找啊 好好好 你啊 多派学人去找 一定把阿易王找回来 告诉他们 谁找到有赏 找不到 下跪的良想就没有了 是 哎 李爷你别着急 李爷你喝茶 哎 这老爷 这鸡沙田的利润 哎 哈哈 明白明白 五五分账 不会亏待你的 哼 五五分账 哼 您是知道 浦州这个地方 我也待不长 这 金沙田 五五分账 好是好 可是每年的利润 到底是多少 那我也搞不清啊 到时候 还不是您 想给多少 就给多少吗 哎 嘿 利爷呀 我蒙谁也不能蒙您呢 五五分账 就这么定了 肯定我把钱 给你送过去 啊 送去 啊 哈哈 哈哈 你送哪去啊 哎 你在哪 我跟你送哪去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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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也太麻烦了吧 啊 我倒是有个主意 你呢 给我点现钱 我拿了就走人 咱俩是赢货两清 你看 怎么样啊 那你要多少啊 嗯 三千两 嗯 三万两 嗯 三 三十万两 往下猜 哎 三 三百两 对 黄金 啊 什么 三百两 黄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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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哇 啊 啊 啊 快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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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死啊 啊 啊 这有何苦呢 混官 你来干什么 五刚 是我对不起你 可是你也要体谅一下我的苦衷啊 这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们斗不过那些胡作非为的皇亲国戚啊 哪个说皇亲国戚就胡作非为啊 我父皇说穿上官服就代表朝廷要为民做主的 还有啊 就算王子犯法都要与庶民同罪 如果做官不能够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对对对 你说的对 不是我说的 是我父皇说的 你父皇 你是谁啊 我就是我